巨蟹天蝎双鱼 快来吸吸新春的阳气 看看新兴传讯有哪些想要告诉你 老规矩 我们不画饼 住打避雷 大家快快留下顺风顺水 激活24年步步登天 结合下周的星象来看巨蟹在周一会有一些外出聚会 大概率是跟家人朋友或者对象 有伴的人可能会激情满满 但是要注意矛盾还有争执 周二周三会关注事业 然后适合去做一些规划定一些目标 部分人可能会面临假日加班 需要平衡一下工作跟感情或者长辈对象的关系 那近期一片米运势比较不错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搞闲的冲动 投资或者是说副业的打算 建议观察仔细再下手吧 感情的话适合去旅游升温或者浪漫出行 周四周五的话要小心社交网络的投资以及沟通啊 容易火气大 然后讲话喷火 甚至有一些小心跟身边人闹矛盾 不过周四下午午后就会缓解很多 如果说有一些出行的计划就要去小心这两天娱乐过头 然后破大米 部分人也会知道一些秘密 或者因为某些事情理想心情 甚至是看清楚一个人的真面目 那周六日的话呢 偏米运势比较强的 可能会有一些盲民进账 但是容易胡思乱想啊 或者是说熬夜失眠牙痛 然后可能会对某些事情就比较执着 难以释怀吧 近期的话都要小心一些不太靠谱的投资 尤其是从网络社交中得知的哈 这段时间也建议去做好明米的管理 部分人会处理跟明米投资相关事 或者是说有一些焦虑 缺乏安全感 天蝎的话呢 周一会有一些愉快的出游啊 尤其是跟朋友还有对象 甚至是游乐场 儿童场所 反正就轻松一些的类型吧 甚至是投机类的游戏 相关的这些 然后会体验一些去人去世 收获意外制裁 周二周三需要为健康宠物 工作家事奔波 可能会有暧昧的桃花 救人回归 有伴的人也比较适合去参加一些浪漫的约会 近期家里也会比较热闹 部分人可能会有装修改造房子的想法 然后小心跟家人就是意见不合引发一些争执咯 不要太过于偏执或者过激 甚至不要冲动行事 同时要注意一下家中的衰网 烫伤 饮食口腔 容易对家人失望 或者有一些动怒暴躁 然后周四周五战火会从家庭加剧到对象 可能会对身边的人没耐心 甚至有一些冲突明显 不过周四下午会比较缓和 适合去讨论一些重要的事 周五的话就会比较渴望陪伴咯 适合去关注合作 还有社交 然后周六日偏比运势比较强的 可能会靠家人房子得利 或者接触跟房子留学 海外教育家庭相关的内容 近期要注意家人对象之间的沟通和关系 可能会跟家人谈心 交友感情 工作 秘密 或者跟钱相关的事情 双鱼的话周一适合外出聚会 然后容易遇到社交网络中的一些桃花 不过容易迷糊 感情也会有一些情绪化 建议守住内心 不要被外界影响 周二周三就会去处理迷迷相关的事 迷迷是比较不错的 小心情绪消费没有节制 可能会吃到一些美食大餐 或者请客吃饭 但是要做好财务管理 不要去轻易相信网络社交中的投资 比较容易会接触灰色收入 然后要小心发某某率方面的纠纷 那接下来一段时间都比较容易犯小人 吃大饼 或者是有一些精神的压力 熬夜看份 或者半夜睡不着的有可能 甚至牙痛 周四周五的话容易内心窝火 闷闷不乐 外出就要注意安全 有心事也可以找出别人谈心唠嗑 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周四五后就可以去处理一些重要的事情 会比较理性 也可能会有出息 周六日适合陪伴家人 或者谈心 睡大觉 宅在家里看电视剧 其实挺适合独处的话 学习看出复盘 或者接触一些心灵精神的内容都可以 然后这段时间要注意跟家人长辈的相处 避免冲突 部分人可能会回忆过去 梦到前任 然后找到一些旧物 二四年了很多事情要不单偏了 好 那没什么了 祝大家都新年快乐 一切顺利 愉快的都过下周关 这期再见 拜拜 拜拜